约伯记第二十二章,提纳人以立法回答说,人岂能对神有益呢?明知的人只能有益于己。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你行尽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岂是因你敬畏他,他就责备你,与你争诉吗?你的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岂不是没有穷尽吗? 因你无故抢取弟兄之物做抵押,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有地图,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着回去,你折断孤儿的绑壁。因此,有网络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慌。 或有黑暗,以致你看不见,并有洪水淹没你。神气不是在高天吗?你看最高的星宿是何其高?你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 密云将他遮盖,使他不能看见,他在天的大圈上行走。你要依从古往的道路吗? 这道路是恶人所行的。他们未到死期,就被掘去,他们的根基,好像江河溃泄。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吧,又说,全能者能为我们成就什么呢? 打之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但恶人的谋算离他好远。一人看见了就欢喜,无辜的人也吃笑他们。说,那些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其余的都被火烧灭。 你要与神机善和好,福乐必因此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就必得见利。你若是不意远离你的帐篷,将你的金块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金子丢在稀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做你的金块,做你的宝银。 那时,你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养起脸来。你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定义做合适,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 人使你降悲,你就说,必得高盛。千悲的人,神必然拯救。人非无辜,神尚且搭救他。因你手中清洁,你必蒙拯救。 约伯记第23章 约伯回答说 今日,我的哀诉还是悲苦。我虽爱哼,所受的责打,仍然沉重。 为愿我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使我可以到他的座前。 我要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名,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他启用大能与我争辩吗? 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他那里,政治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 看啊,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走,也看不见他。 往左边,他在哪里行事,我不能看到,他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是练我之后,我必显出如金子。 我交紧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路,并不偏离。 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离弃,我珍藏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派定给我的饮食。 只是他的心意始终如一,谁能使他转意呢? 他魂里所愿的,就行出来。 他向我所派定的,他必做成,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 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慌。 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 谁使我心切,全能者使我惊慌。 因为,我虽面临黑暗,却没有被剪除。 他没有使我的脸,遮蔽不见幽暗。 约伯纪第24章 全能者,为何不把审判的定期,铸藏起来? 为何认识他的人,看不见他的日子? 有人挪移地界,抢夺群畜而牧养。 他们把孤儿的驴赶去,强取寡妇的牛座抵押。 他们是穷人离开所行的路,地上的困苦人尽都隐藏。 看哪,这些穷苦人出去工作,如同旷野的野驴,殷勤寻找猎物。 野地供给他们食物,给他们的儿女虎口。 他们在田间收割和架做草料,摘取恶人余生的葡萄。 他们过夜赤身无衣,在寒冷中毫无遮盖。 在山上被大雨淋湿,因没有避身之处,就解挨着磐石。 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抢取穷人身上之物做抵押。 穷人赤身无衣,到处流浪,且在饥饿中扛抬和捆。 在那些人的围墙内榨油,踹酒榨,自己却口渴。 有人从城内爱亨,受伤者的魂呼求,神却不理会恶人的欲望。 又有人被弃光,不晓得光的道路,不留在光的路上。 杀人者黎明起来,杀害困苦人与穷乏人,夜间又想盗贼。 肩夫的眼目守候到黄昏,说,闭无眼能见我。 他就把脸蒙蔽。 盗贼黑夜挖穿房屋,白日把自己关起来,并不认识光。 早晨对他们如同死因,因为他们晓得死因的惊骇。 他们在水面上快快飘去,他们所得的奋在地上被咒诅。 他们没有一人在走葡萄园的路。 干旱炎热消磨血水,阴间也如此消磨犯罪之辈。 怀他的母要忘记他。 虫子要以他为甘甜。 他不再被人纪念,不义的人必辱数折断。 他抢夺不怀孕不生育的妇人,又不善待寡妇。 然而,谁用能力保全有权势的人? 他兴起,他们就难保性命。 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依靠。 神的眼目也查看他们的道路。 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 他们被降为悲,与众人一样,被收据,且如碎头被割下。 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使我的言语成空呢? 约伯纪第25章 苏亚人彼勒达回答说, 神有智力之权,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 他的众军,岂能数算? 他的光一发,谁不蒙照呢? 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成为一的? 妇人所生的,怎能是洁净的? 看啊,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纯洁。 何况如虫的人,如躯的世人呢? 约伯纪第26章 约伯回答说, 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 绑毙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 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 你向他指示的智谋何其多? 你向谁发出言语? 谁的灵从你而出? 阴魂在诸水以下占经,住在水中的也是如此。 在神面前阴间赤露敞开,灭亡之地也无所遮掩。 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选于虚无之上。 他将水包在密云中,水下的云却不破裂。 他遮蔽自己的宝库,将云凸在旗上。 在水面画出圆圈为界,作为光暗的交界。 天的柱子因他的斥则震动惊奇。 他以能力平静大海,他借聪明打伤拉哈勃。 借他的气势天晴朗,他的手刺透快逃的蛇。 看哪,这些不过是神作为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 至于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了呢? 约伯记第27章 约伯继续他的讲论,说 我指着那夺取我的里的永活神,就是那时我浑愁苦的全能者启示。 只要我的气息尚在我里面,神的气仍在我的鼻孔内。 我的嘴必不说不义之言,我的舌也不发诡诈之语。 我绝不称你们为义。 我至死必不丢弃自己的唇权。 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我一生的日子,我的心必不责备我。 愿我的求敌如恶人一样,愿纳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般。 不前进的人被神剪除,神夺取其命的时候,他还有什么指望呢? 患难临到他,神起听他的哀声。 他岂以全能者为乐,随时呼求神呢? 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关于全能者的事,我也不隐瞒。 你们自己其实也都见过,为何你们竟全然变为虚妄呢? 恶人在神那里所有的份,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乃是这样。 躺货他的儿女增多,还是被刀剑所杀,他的子孙必不得宝石。 他所遗留的人,必死而埋葬,他的寡妇也不哀哭。 他虽堆积银子如沉沙,预备衣服如泥土。 他只管预备,一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去。 他建造房屋如渡虫作窝,又如守望者所大的棚。 他躺卧时,虽然富足,却不再富足。 一睁开眼,他的财富就不再了。 惊恐如重水将他追上,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 东风把他飘去,又把他刮离本处。 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他急忙要逃脱神的手。 人要向他拍掌,并发赤声,赶他离开本处。 约伯纪第28章 已有矿坑,今有冶炼之处。 铁从地里挖出,同从石中熔炼。 采矿人为黑暗定终点,探究幽暗阴翼中的石头,直到极处。 他们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 他们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 至于地,粮食由其中而出,地下却向被火翻转。 地中的石头乃蓝宝石之处,其尘沙还有金子。 矿中的鹿,智鸟不知道,鹰眼也未见过。 骄傲的野兽未曾踏过,凶猛的狮子也未曾经过。 人伸手凿开尖时,从山根靶山倾倒。 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 它堵截河川,使其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见光。 然而,智慧何处可寻? 聪明之处在哪里? 智慧的价值无人知道,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 深渊说,不在我里面。 沧海说,不在我这里。 智慧不能用稀贵的金换德,也不能称银子为其价值。 鹅匪金,贵重的红马脑或蓝宝石都不足于较量。 金子和玻璃不足于比较,金金的器皿也不足于交换。 珊瑚和水晶都不足论,取得智慧,胜过取得珍珠。 古时的黄玉不足于比较,纯金也不足于较量。 这样,智慧从何处来? 聪明之处在哪里? 智慧向一切活物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 聂默和死亡说,我们曾亲耳听见其传闻。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 因他见察至到地极,便观普天之下。 他为风定轻重,按度量分配珠水。 他为雨水设定力,为雷奠定道路。 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智慧,并且查究。 他对人说,看哪,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 敬畏主的音乐